有說有一次 妳那個壽邀去戲謎 慶生的場的生日趴 結果妳的戲謎它就是壽星 對 那個壽星已經是八十幾歲了 快九十了 然後那時候我是剛好在錄影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跑 所以那時候剛好在演皇后 就是演皇后 後來我就趕快跟導演起家 然後就把那一套皇后的衣服 就穿去了 跑場了 穿出去跑場了 然後到了宴會洗的時候 我就從正門 從正門就一直飄進去 然後走到前面去 然後他們就看 哇 這一套是誰 一直撞的吧 一直撞的 因為皇后她有戴後罐 你知道我那時候開車的時候 我是跟這樣子說著 妳還自己開喔 對 妳沒有叫我一台公車來給妳帶 所以那時候很可憐 那時候又要就自己開車跑場 然後我就這樣 那個頂住好笨喔 不會先拿下來 要生日快樂 今天是歡喜的日子 在這裡要來祝福 我們好好的老的生日 就是她也是老師 是 然後 祝你身體健康 來吃飽你 祝你富貴 萬萬年 阿嬤你知道嗎 唱完以後她就站起來 她就拿了一個一樣寶物給我 唉唷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哈密瓜切片 對 你是想像力真好 你給我看嗎 真的 這去我們大選寶家 對 這樣鑑定 你摸摸看 我是冰在家裡的 用冰在冰箱裡喔 我是冰在冰箱裡的 才會新鮮的 也是一個讓我覺得我可以 為什麼會拖到五年 那五年是你跟她 她在忙 我也在忙 兩個都很忙 那最後是你有逼她說 再不求婚 沒有 就後來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扮 她跟我講 我老公超不浪漫 沒有 在這一點上面 我就覺得 好歹你也跟我講說 你願意嫁給我嗎 對 她不是 她說 要扮扮的嗎 我來扮就扮 怕你喔 我兩個都很男孩子個性 聽說你老公很多人追 他一開始是攝影師 後來他就開始學著 然後去做統籌 做執行 做統籌 然後後來就到大陸去拍戲 對 然後我就很努力地 把她養胖 對 這樣子就至少看起來 就沒有那麼大的殺傷力這樣 就很努力地把她給養胖 對 所以待會可以看得到 她那個 待會可以看得到 整個變形的那個經過 對 是喔 然後說一直到四年前 公婆年紀大了 你們就決定搬回高雄跟公婆住 你們一起接手家裡面的香蕉園 我回去當農婦啊 你看 回高雄 對 媽嫂有沒有 疫情的時候 送香蕉去給 我的幾個好姐妹 她們就說 不然我們 蘇冠姐也有啊 她就說不然我們這樣 因為那時候香蕉的價錢 也沒有很好 她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搭幾支買香蕉 送到醫院去給護理人員 對 然後那個就是 我們家小朋友自己寫的 就會寫給護理長說 護理長請笑納 不然就在每個箱子上面 他們都會寫字 有你們我們才有平安 然後 對 他們香蕉很大耶 可以寫這麼多字耶 那個是那個 旁邊那個 雙胞胎的 那個是雙胞胎 對耶 都特別把雙胞胎的留給 留給護理長 你不講我還沒注意耶 你真的你老司機耶 你怎麼知道 就是因為她的個性呢 特質是屬於鬼靈精怪 而且呢反應一流 在團體當中 每一個人都想要成為要腳 或是說每一個人都想要 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 她本身就是一個反應 比較機靈 舉一反三行的 那麼這種反應快靈敏 而且呢能夠自己呢 帶動氣氛的這個特質